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22集 小春出手 眼看未及白小春也都焦急了 但他明白此刻自己出现也都于事无补 不但救不下红尘女 甚至自己也要陨落在此地 可他眼睁睁的看着红尘女被公孙丸轰击的不断倒退 气息越发虚弱 似乎随时都可能陨落 他的心中也盛起无限的纠结 但就在白小春这里挣扎时 又一次靠近了红尘女 右手抬起正要出手的公孙丸 忽然双目一闪 身体静 迅速后退 只是在他后退的刹那 一直被碾压 处于弱势的红尘女 其擒手猛的抬起 苍白的容颜上 此刻露出一抹阴冷 暗淡的双眸内 更是绽放出一丝寒吗 你终于靠近到了我身边足够的距离 红尘女开口的刹那 双臂猛的伸开 她的双目内竟出现虚幻之影 那不是某个人的身影 而是一座城池 一座似乎比巨鬼城也都不成多让的城池 这城池内已应建筑很是完善 更有城墙四立 甚至仔细去看 还能看到在那城池内 仿佛还存在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红尘 红尘女双唇微张 从其口中猛的就传出这两个字 在这两个字回荡的遗述 苍穹鸿鸣 大地震动 一股撼动八方的气息 直接就从红尘女的双目内猛的爆发出来 短时 公孙娃儿的脚下虚无 木然改变 竟出现了一座只有巴掌大小的城池 这城池中飞出无数的锁裂 瞬间就缠绕在了公孙娃儿的身体上 这城池 这锁裂并非实质 而是虚幻 其规模与样子 与红尘女之前目中倒影出的城池 一模一样 在这城池出现的一瞬 公孙娃儿神色一变 她的身体好似被这城池锁定 在被铁链缠绕下 竟一时无法挣脱 此刻随着城池向这大地落下 她好似被陷至了一样 竟也随之坠向大地 更是在这坠下的过程里 她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缩小 似乎最终要被缩小到极致后 成为一个小人 落在那城池里 被永恒封印 这书法正是红尘女 她最终的杀手锏 如今展开的还不是全部 只是一半 还需另一半杀手锏来配合 才可将其威力彻底展开 这杀手锏 甚至比之前的法序还要恐怖 红尘女的使用 代价之大 需消耗兽缘才可展开 而如今本就重伤的她 强行展开此法后 鲜血喷出时 她整个人也都无比的虚弱下来 呼吸都已不再连贯 身体两腔中 她咬了下舌头 让自己勉强清醒 双手抬起掐绝节 正要将这杀手锏完善 彻底展开 白小春 眼看着事情有了转机 也是目不转睛的 紧盯战局 可就在这时 那身体不断下沉 不断缩小 只剩下一半大小的公孙马 她忽然笑了 好一个巨鬼秘法 红尘紫墨 你这是拼命了呀 也好 看看你的命还剩多少 够不够你将此法完全展开 说话节 公孙瓦儿右手猛地抬起 身体四夷一下子收缩了一些 使得她的手指 刹那称为了黑色 向着红尘女 飘然一指 这一指之下 天地鸿鸣 苍穹翻滚 竟在红尘女的四周 直接就出现了一道黑色的光环 这光环一出 顿时 红尘女全身狂震 从她的蹊跷内 从她的全身无数汗毛孔中 立刻就有大量的生机 化作白气 瞬间被那黑色的光环吸出 红尘女气息紊乱 蜡色苍白 已没有丝毫血色 单手掐绝尸 全身红芒一闪 去撞击四周的黑环 黑环振动似薄弱了一些 可却依旧存在 散出持续的犀利 这犀利太强 任凭红尘女 如何挣扎抵抗 也都无法阻挡 而那黑环 被她一次次的轰击 越发薄弱 可好似无法被打碎一般 始终都在 实在是 她的伤势之重 已到了极限 而之前的杀手锏 对她的消耗一样极大 本就虚弱无比 又去透支受缘 这就使得红尘女 此时已经是游进灯壶 红尘女彩笑一声 她明白 自己这一次 真的是大意了 本以为 就算对方再有埋伏 自己带着上万巨鬼军团 也都势在必得 可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上万巨鬼军团 却成为了自己死亡的推动力 对方没有吞噬这一万巨鬼军钱 只是原因修为 正是吞噬了这上万魂修 才修为诡异的攀升到了天人 不但可以碾压自己 更是让自己于今日再劫难逃 来的时候 红尘女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一日居然是自己的忌日 那红尘子墨 是她最后的手段 本打算就算是死 也要将对方封印 可却没想到 只展开一半 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展了 这黑环的吸力太大 她的生机被不断的吸出 此刻头发已成为了白发 绝美的容颜也都出现了皱纹 好似一下子成为了老玉 她的生命 她的魂魄 她的修为 一切的一切都在被飞速的吸走 她的意识已经模糊 奄奄一息 可她不甘息 只是再不甘也没用啊 她终究还是没有办法 去展开杀手锏的后半部分 九雅死了吗 红尘女苦涩呢喃 慢慢的眼皮越发的沉重 四九雅连睁开的眼的力气也都没有了 公孙娃的身体还在缩小 可她的笑声却是传扁八方 四周一片寂静 地面上仅剩下了数十人一个个都绝望了 只有白小春 她的呼吸急促混乱 显示出她内心的极不平静 她死死的看着这一幕 看着红尘女正在不断的衰老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红尘女 她明白自己都不能再装死了 哪怕身份暴露 她也必须要出手了 否则的话不但红尘女会死 脱困而出的公孙娃也必定不会放过四周 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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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春双眼血丝弥漫 身体颤抖中 从地面上猛的一跃而起 口中发出咆哮 额头鼓起青筋 整个人速度刹那间就爆发到了极致 在不断缩小的公孙娃一愣之下 白小春猛的冲出 在冲出时 她的右手抬起 狠狠握拳 在拳头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死将她一切肉身之力 一切生计都吸了过去 更是在她身后出现了 穿着地袍 带着地观的至尊身影 一股无上的霸气 在她身上忽然爆发出来 伴随着白小春 嘶吼咆哮的声音 她的速度之快 刹那就到了红尘女的身边 向着黑色光环狠狠的一拳落下 正是不灭地拳 两杯肉身之力 不顾一切的疯狂而出 这一拳直接就昏鸣天际 云涌变幻剧烈不断 更让大地起了风暴 狂风怒嚎 非啥走失 让这八方虚无 都立刻环绕形成了漩涡 尤其是白小春身后的地影 更是霸道无比 同样一拳落下 而那霸翼如同一只生生的挤入到这片天地内 成为了此地出现的第三道意志 给我 碎 在公孙马的一愣下 震动天地的巨响 涛天回答 那黑色光环本就在红尘女之前的挣扎下 薄弱了不少 此刻在白小春这惊天动地 堪比天人的一拳中 直接就棍寸碎裂 轰然崩溃 四分五列中 之前被其吸来的生机 全部都溃散出来 他们来自红尘女 此刻红尘女又在身边 于是眨眼间就如帆补一般 直奔红尘女而去 还有部分则是融入到白小春体内 使得白小春的不死骨 在那利骨镜中 瞬间就突破了第一成天 第二成天 直接达到了第三成天 红尘女的头发 刹那恢复成为黑色 满脸的皱纹也都消失 恢复绝美容颜 她的呼吸透着闲死还生的激动 精神更是在这刺激下 猛的一阵 双眸刹那睁开后 红尘女目露齐猛 双手抬起 恰绝间向着地面上 已经缩小到巴掌大的公孙婉 猛的一指 死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